陳教授、陳議員、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各位傳媒 其實所有政府的官員都是很人性的 社會有很多不同的階層、不同的追求人士 所以有時制定公共政策作某些平衡 當然平衡在這裏也反映當時的決策者 他的信任或某些社會或政策價值的取向 我記得我很多時候來理工 都有些事情是和房屋有關的 上一次參加陳文教授中心所主辦的一個論壇 又不是房屋問題 好像那次都是陳文議員在座的一個講者之一 所以今天都是再次和大家分享我的訪問的方法 雖然今天是一個身份的小門桌 不過我自己這幾十個月 起碼都由八十年開始 我自己對香港的房屋政策 有一個到今天我都沒有改變的一個看法 就是我們雖然在政府政策方面是供應主導的 供應主導不單止是政府在房屋包括房屋 我們在供應方面要著緊 另一方面也是政府透過供應房屋 當然供應房屋包括出租和出租 在供應房屋方面有某種供應角色 其實是可以對樓市本身任務的平衡 我們的起點不是由一張白紙開始 因為是一些基本的數字 所以香港現在若果有一半人是有物業 有一半人是沒有物業的 有一半人是住在私人樓宇 多一半一點 有一半是住在供應房屋 或是居屋或是出租的公屋 所以這是我們一個起點來的 我們和一些其他國家的公園不一樣 例如新加坡 新加坡有八十五個房屋 是居住在供應房屋 當然供應房屋的種類很多 去到一些中啟人士 甚至一些專業人士 都是出租的 種類很多 這裡大家看到一些基本數字 就是現在我們全香港有七十幾個單位 七十二萬九 就是相差三萬元 就是中序的房屋 另外有一些是出租的成果 這些數字當然會隨著 未來政府在公民房屋政策方面 公民房屋的方面有所改變的 還有些種類很多 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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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問題我相信我們講很長時間都講不完 現在頭過三十分鐘 我希望是前焦一點去講